一心一意一件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件事推荐官张哲瀚 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运动前 或者是打开自己身体的机能 我一般都会必做的一些 小热身小技巧 首先呢我觉得是 打开你的肩和胸 让你的肢体舒展开来 然后这样打是练肩的 再做大一点的就是这样 扩胸运动 举起来 然后往下放 打开你的肩关节 这样可以帮助你的肩胛骨活动 打开就知道大家要保护膝盖 然后呢 一般这个是我必做的一个动作了 人往前倾 屁股往后做 然后让你的膝盖绝对不能超过脚尖 然后左右移动 这样激活了你的臀部以后 你在运动当中呢 就可以更多的用到臀部去 缓解你膝盖的压力 保持你的动作的这个稳定性 也可以往前走 往前走往后倒 还有就是说 像很多女孩子啊会经常崴脚 像我们打球也会经常崴脚 我还会做一个就是说 我会这样 去活动我的脚踝 然后呢 让我的脚踝也去巴黎 然后这个就是 我最近用的一个黑科技啊 非常的猛 非常的猛 就是你要把你的重心啊 全踩在你这个 这个上面 然后滚 你就用力踩它 很痛 非常痛 就你看电视啊 或者干嘛的时候 你可以没事踩一踩 因为我们脚底是很容易累的嘛 然后呢 走路走久了 或者运动久了 脚底板 其实是要得到一个放松的 一周 打一次吧 差不多 以前在拍戏的时候 经常去附近 就是那个住的附近的球场 跟人家打野球 就很好 很刺激 那现在都是和认识的朋友一起吧 然后约约去室内场 受伤 这是大伤 就是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恢复 最后悔的就是当时受伤完了以后 没给自己时间好好 恢复吧 就直接去工作了就就 影响很大 有啊收集我偶像的韦德的球衣啊 我也好多 现在基本上乔丹球衣也非常多 然后 今年去 去看了那个NBA全明星赛吧 基本上每个人 球衣我都买了一件 最常穿的就是 而且家里款最多的应该就是LF1吧 就这光这款鞋 大概有个七八双吧 而且大多都是白色 最近就是 我的新电影《猎回英雄》 在8月1号就要上映了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郑志这个角色 去面试啊 去见导演啊 投资料啊 就这样 可能是老天爷看我太可怜了吧 好受伤了吧 就偏爱一下我吧 就是印记不得好 和消防员基本上除了没住在一起啊 基本上都是 吃啊 然后呢去跟他们训练 他们练什么我们就练什么 昨天还在跟公司的 人说什么事情 说要发胎 后来想想猎火英雄上映 你发的歌叫上海的雨 是不是不是很吉利 是吧 你不能把这个火浇灭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想了想 把后面两首歌就是 一起发 做一个小小的EP这样子 真的很想去学一些编曲 如果是你自己能够创作的话 我觉得是最好的 能够把自己的完全想法全部展现出来 微博关注东创社 带你发现全新的东方创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